半年前我訂了一台新車 然後它一直到最近才到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教大家 怎麼樣把一台新車 從來沒有洗過沒有美容過 坐了渡輪條條千萬里 才到台灣的一台新車 怎麼樣把它全車洗得很乾淨 然後顧得很漂亮 那以下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影片 新車的狀況其實非常的糟 它表面有各種的工業的油污啊 工業的落成 然後汽機車跟油輪排放的廢煙廢氣 可以看到在我們的車身 已經造成了一個 非常非常厚的一層保護膜 雖然說是保護膜 但它其實真的非常非常髒 所以讓我們的車子看起來要亮不亮的 可以看到它整個漆面的狀況 那甚至玻璃 那玻璃因為我剛貼完隔熱紙 它們其實有稍微擦過 但是如果仔細看的話 邊緣還是非常的糟 上面有水痕啊有油膜 那都非常非常嚴重 新車我們這種狀態 如果美容完就交車的時候 雨刷容易跳啦 玻璃洗不乾淨這都很正常 所以我們今天等一下會來教大家 一次把一個新車洗到好 那為了證明這是一台完全新的新車 大家可以看我們連 BC柱的膜都沒有濕 然後我們就晴天在這邊直接開始濕膜 來證明這是一台完全的新車 然後還有我們的尾翼也是都完全沒有濕喔 在交車的時候有特別跟業務講 說不要撕我的這個膜 因為我們想要來有一個 自己開箱的儀式感 那它這個過程中會留下一點點殘膠 這都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用柏油就可以把它給清除掉了 我們的柏油分解劑 我們的交車 交車過程 除了教業務什麼東西都不要亂撕之外 我們連交車禮都帶回來給大家看 我們的什麼東西都沒有撕 那我也不喜歡撕這個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如果車子你拿到之後 你還要包膜啦 還要去給人家做比如說隔熱紙 裝行車記錄牽線 我都喜歡這個東西不要撕 讓那些幫我們撕做的店家 他們也比較安心 不怕去刮到你的行車 讓他們可以在這邊好好的工作 還有這個原廠來的這個一套 這樣子下面 不管多少人做過它都像新的一樣 那個等一下我們再拆 然後還有裡面的這個防護膜 然後 底下踏墊 好 這樣子 車子看起來就比較不像行車了 那我們已經貼完隔熱紙 裝完行車記錄器 所以我才來撕這個東西 更好的狀況會是 BC柱或者是你想要包膜的地方 這都不要撕 留到給包膜店家的時候 請它撕掉直接處理 直接包 那就確保你這邊 完全不會有任何的紋路 一次就保護起來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洗車囉 首先我們會先用 薄油分解劑 那我們的薄油分解劑 是我們的油汙專家 它除了可以分解我們的一些油汙 甚至是包含一般的鳥屎 從時它都可以做一個很深層的清潔 那它也不會傷我們的車漆 所以新車第一件事情 我們就是要用薄油分解劑 來好好的除它的油膜 從車頂到車身都可以噴 在噴完我們的薄油分解劑之後 接下來是落成殺手 我們的鐵粉分解劑 它可以分解我們的金屬落成 以及軟化我們那一些所謂的顆粒 然後呢它對於我們煞車的皮屑 也有非常好的分解效果 那我們就直接一樣 全車從車頂開始噴灑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用我們的洗框高手 剪性的鋼圈清潔劑 來清潔我們的輪框 還有我們的輪胎 因為輪胎在新的製程 以及運輸的過程中 它一樣會有一些油膜啦 還有粉塵在胎皮上面 所以我們也快速的噴灑在我們的輪胎 跟輪圈上面 等一下我們再來做一個快速的沖洗 然後我們把泡沫沖洗乾淨之後呢 我們現在會來進行正洗 那我們平常正常的流程 會在這個時候 玻璃是濕的狀態下 我們會先來洗玻璃 為了做等一下的玻璃鍍膜 但是因為行車它其實車上的顆粒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們不會在這個時候做 我們會先正洗泡沫洗完之後沖乾淨 我們再來處理玻璃 處理完玻璃之後 我們也會再做磁土布 然後用磁土布來把全身的顆粒先檢查一遍 除掉所有的顆粒確定都OK 沖乾淨之後 我們才會開始做打蠟跟玻璃鍍膜的動作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正洗喔 OF 好那我们正洗完了 我们现在全部都已经把表面的脏污都清掉 仔细摸我们的板筋跟车漆上面 其实还有很多的颗粒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来用磁土布 搭配我们的泡沫巾 或者是其他磁土润滑的产品 我们来把车身所有的颗粒给移除 然后呢移除完之后 我们会做玻璃粉 来把全车玻璃的油膜给除掉 然后除完之后 最后我们在打蜡的过程中 我们会把玻璃镀膜一起做 那以上我们就是直接开始来做 移除颗粒跟移除油膜的动作 对这个炸馆感 这就是锅子太薄 然后再做一些圆碎 有这么多的颗粒 油膜的颗粒 然后把它把脷脏切好 每身都做不到 你需要这样的颗粒 就是炸腿味的 在我们处理完所有的颗粒以及玻璃油膜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把全车擦干 擦干完之后 因为气面新车难免还是会有一点小瑕疵 包含一些刮痕 脏污 或一些我们平常肉眼看不太到的地方 那我们等一下会用美容蜡 全车快速的做一遍 擦干净之后就可以开始打蜡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在我们把全车的美容蜡给擦干净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气面已经呈现很干净的状态 然后此时气面是呈现色色的 因为都没有蜡 所以现在气面是很漂亮的 那在开始打蜡之前 我们的玻璃刚刚都还没有认真擦干净 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们只要把所有的工序做完之后 拿玻璃围霧剂配上一条好的布 我们就可以把玻璃简单的 把水痕还有脏污都清干净了 那我们就快速的来 把玻璃全部擦干一遍之后 再使用玻璃布把它擦亮 最后我们就可以做 打蜡跟玻璃镀膜这两件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清玻璃啰 我们可以看玻璃已经干净了 漆面也干净了 现在就是可以打上你自己喜欢的蜡 最后再做上玻璃镀膜 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新车 最完美的交车的仪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實對於新車來講很多人會覺得新車只要隨便洗 隨便打拉隨便顧或者是不管是鍍膜爆膜都好 可是如果隨便顧的情況下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在一段時間之後其實我們車子的狀況會慢慢的浮現 比如說如果我們新車並不勤勞的 用正確的工具勤勞的打拉或者是鍍膜或者是去維護它的話呢 我們的細紋我們的髒物甚至我們漆面的氧化泛黃 它都是在一天一天的累積 我們如果過了一陣子我們才發現它有這些痕跡的時候 我們在處理往往都是需要用到研磨啦拋光啦 甚至其實大部分的狀況都是要交給專業的汽車美容店來處理 那如果我們能夠從一開始就用正確的工具正確的方法 正確的藥劑正確的蠟品來維護我們的車的話 我們可以大幅度的延緩我們以上狀況的發生 不管是泛黃啦霧化啦或者是細紋啊刮傷太陽紋 只要好好的維護小心細心的慢慢呵護 我們都可以延緩這些發生的時間 而且在真正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處理也比較簡單 那以上就是我們就是對於這個新車 希望教大家一個維護的基本觀念 希望大家從新車就開始好好的維護 慢慢的照顧細心的照顧 讓大家能夠長時間隨時都開到一台非常漂亮又帥氣的車